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陈彦纯 欢迎收听 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 今天刚刚聊的题目非常重要是 再生医疗先全球第三次新药革命 台湾生医产业弯道超车的机会来了 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 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 今天来宾是财讯双收看的总主笔 刘轩彤 欢迎轩彤 大家好 我是刘轩彤 今天的议题有点沉重 但又非常重要 就牵涉到新的医疗方法 叫做再生医疗 财讯周年庆开跑咯 从5月9号到8月31号 只要订购周年庆活动一年以上的读者 就可以抽限量版的一卡通 现在订购享有全年最优惠的价格 快来跟我们一起追踪产业趋势 掌握投资脉动吧 我想可能很多的人都对这个名词很陌生 先请宣同帮我们分享一下 什么是再生医疗 基本上再生医疗我们就想说 以前我们都是吃小分子药 就是比如阿斯匹林那一类 要玩之类的吗 后来就会发现有一些是用打针的这些 比如说治疗癌症的抗体药 它叫做大分子药 所以以前是小分子大分子 但是现在这20年来出现了一个 普遍的叫做再生医疗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像细胞疗法 有一些治疗癌症的细胞疗法 是把你的血抽出来 然后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里面 比如说有攻击癌细胞的 我们体内叫T细胞好了 假设是T细胞 他把T细胞从100万颗变成1亿颗 我再打回来 我是不是军队更强大了 所以他就帮你治疗 打击一些癌细胞等等 这些东西就是属于再生医疗范种 你看看它细胞是活的 跟我以前的阿斯匹林或者胰岛素 那些整个作用方式不一样 生产方式也不一样 再生医疗当然它大概区分为 就是细胞治疗 比如说我们的T细胞 或者什么这些细胞 还有干细胞的治疗这些 叫做细胞疗法 还有一种叫基因疗法 基因疗法就是 可能有一些遗传性疾病 所以发现你的基因有些缺损 它就把一个好的基因送进去 那另外一个叫组织工程 它可能就是用细胞里面 再加上一些支架的概念 这个支架不是我们的那个架子 可能是生物支架 比如说你的皮肤 它上面有一些 用胶原蛋白弄成的支架 让你那个细胞 能够准确的长在那个地方 大概是这一类的概念 所以细胞疗法 基因疗法 组织工程 我们都可以叫做再生医疗 了解 简单讲 它可能可以理解成说 我生病 抽取细胞出来做改造 可能用各种方法改造 可能是基因 可能是细胞 打回生病的时候 你就变成一种药 对对 那当然以后可能是液体 就是有一个超级捐赠者 他可以做出很多 只要打回来我们就可以 对 所以这是完全一个 新形态的治疗概念 而且它是刚刚讲 活的 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 但现在生医疗基本上 用在 比如说比较多是癌末 或者是罕见病 因为它非常的贵 对 如果是基因治疗 国际上和可 现在全世界最贵的要是 大概一亿三千万台币 一剂是吗 对 一个疗程这样子 它基本上一剂 就是改造你的基因 它是替换你的基因 对对 一个新技术 在刚开始的时候 都会非常贵 慢慢普及化 跟成熟之后 就越来越便宜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 这个议题的原因 我觉得除了这个新疗法 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成熟之外 重点是 台湾现在跟上了 国际的脚步 那其实台湾 近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通过了再生医疗 双坝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让我们有弯道超超的机会 所以要先请循童讲一下说 这两个法 到底是纳管什么样的产业 类别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法 我们叫做再生医疗法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早期我们会输血 会做骨髓移植 可是这些 它不是通用的 你要卖到国际上 或者大家国际流通 一定有临床试验 一期二期三期 它又很规范的一个程序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些 比如早期的输血 把这些红血球输进去 也是细胞 在文献上 它还没有办法通用的时候 医生就要用他的医疗技术 来判断说 我这个时候 适不适合这个病人 做这样的技术 是这个医生 这个医院 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再生医疗双法 它就有两个领域 一个是规范医生跟医院 那这个法 这一次出来 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 其实我们到外面都知道 总是有一些 没有合规的 其实真正合规 只有大概381件 可是你到外面看 很多诊所都在做 对 大家应该知道说 台湾有非常多的 坊间的医美诊所 都打着再生医疗的招牌 他讲说 你可以回春干嘛的 所以大家听到再生医疗 可能就跟回春画上等号 因为过去没有纳管 大家可以随便用这个名号 乱交览客人 以前其实也不是没纳管 以前有个叫特管办法 只是它的法律层级不够 有人是治疗癌症 用细胞 可是它就是没有经过 政府合可 在扩大这个细胞的时候 它到底实验室 有没有合规 它有没有污染 比如说100万颗变1亿颗 他跟你说1亿颗 真的有医科吗 你也不知道 没有被政府管 所以很多这种地下医疗猖獗 新的法出来就规定说 如果以后有人检举 那对不起 可能要罚2000万 而且要没收设备 把你的身材器具 那些身材器具 可能是生计公司提供的 那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意思是说 过去并没有罚则这件事情 有罚则 但是不碰不痒 了解 对 你只要接一个病人 可能就200万 根本就足够去罚那些 所以听说最近 就是很多的医疗机构 真相来去申请 过去没有纳管 现在快点要纳管 就是真相要申请合规了 对 就是一个三读通过的法律 就现在赶快去申请 没得 对 没得被罚 所以第一个部分是 针对医疗机构的 这样其实对民众也好 他知道说 以后就是合规纳管的 我不会碰到 地下的医疗行为 比较有保障 比较有保障 那第二个叫做 再生医疗制剂条例 好 这名词也不用想太多 你就把它想成 因为以后的细胞是活的 它可能不是像 像现在有些是放在 像点滴袋里面 是一袋都是你的细胞 它就是名词不一样不一样 但你就把它想成是 再生医疗 刚才讲细胞基因 组织工程的产品好了 它的药品 这个法规最重要的是 第一个 如果危急生命 或者很严重失能 这种疾病假设有 通过二期临床的试验 政府又审核 觉得你这个是很急的 好 我就先给你五年的 有条件许可 因为我们知道 以前要做到三期 他可能二期就有机会 让你先试用 这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病人他有机会 先用到新型的疗法 不要再拖到三期 可能又是 五六年七八年以后 第二个是厂商 他就有机会 有一些现金流进来 支撑他继续完成 这个三期 那第三个 这个法很重要 就是他可以让国际看到 我们有一个 针对再生医疗的专法 这个专法 就是符合国际上的法规 就是比如说 你的实验室 要达到什么等级 你要怎么样的 合可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新的领域 而我们有专法 所以国际上就会看到 原来台湾的再生医疗 也跟上国际了 他们就会来寻求合作 或者是说 来我们这边做临床等等的 这是一个国际能见度的机会 对 所以产业发展 用政策领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个好的政策 让国际看到说 我们是完真的 我们真的制度 跟国际接轨了 国外厂商 就会看到台湾的能力 再生医疗 是全球第三波的新药革命 可以这样说 那为什么会这样提 是因为过去的这个小分子 大分子 都是那些百年药厂的天下 对 像第一个阿斯匹林 它是拜尔 这是小分子 后来第二次革命叫大分子 第一个代表作就是胰岛素 可是我们想想看胰岛素 也是诺和诺德 丹麦的诺和诺德 或者美国的里来 这些大厂 125年来 所有西药的领域 都是欧美大厂 可是呢 现在来了一个新的再生医疗 再生医疗 其实我们不能说它是新的 刚才输血啊什么 那就是跟细胞有关 只是现在变成商品化 大概是这20年 开始进步的很快 因为科学进步 AI也进步 基因图谱也出来了 所以进步非常快 那我们就把它当做 第三次新药革命 可是这个部分就有一个关键了 医院要配合这个再生医疗 它是活的东西 把细胞变成更强的战士 你是不是要经过实验室的 这些操作 那我问你 这个细胞是活的 你要放到多远 比如说我在运输的过程 我假设到海外的工程 我运输过来 这个东西 你的那个低温保存 你要把那个活的细胞 养得好好的 而且活性没有消失 在运输的过程 整个冷裂都有很大影响 所以开始在地化 去中心化的这些制造工厂 然后再来就是亚洲的疾病也不一样 对 日本是亚洲发展最积极 还有中国 其实都是亚洲 亚洲这个地方 包括台湾就有机会说 我们可以打破过去 由欧美主导125年的那个局面 对 我觉得台湾有些优势在 尤其是最近因为 台湾的这个AI 科技力非常的强 这是我们访了 亚洲细胞治疗学会理事长 然后他也提到说 最近很多的日本厂商 来台湾找合作机会 因为日本其实算是很早的开始发展 再生医疗的国家 所以他怎么看这个商机跟机会电 台湾跟日本有一个相似的条件 就是台湾的这个双法 是跟日本学习的 日本是最早实施再生医疗双法 就是管医院又管这个 所以我们是跟他们取经而来的 取经而来 对 第一个他法规背景相似 第二个台湾跟日本的医疗水准都很高 对 所以他们比较可以 就是大家站在同一个层次 那第三个是日本算是亚洲做再生医疗最积极 是因为他们在2012年 他们有个山中声明教授 拿到了诺贝尔奖 是跟这个细胞治疗有关的 所以呢 他们就举国就是开始很努力的去促成这个 但是我们也发现说 其实这几年你没有发现在日本上 有很突破的到国际上 他们没有拿出一个很强烈的产品 很厉害的产品出来 那这癥结可能是因为他们全力发展的 那个诺贝尔奖的项目比较复杂 科学上是非常好的 可是他在制造过程太贵 然后太长 所以呢 他们觉得说十几年 他们一定要商品化 他们就会来台湾找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AI强 制造能力很强 他也常来台湾 就是说这两边条件层次相近 所以合作的机会也因此变多 对啊 这样子台湾就会有日本最新的技术 来台湾交流嘛 它其实提升台湾的整个水准 其实不仅是台湾 其实我听说很多都有进来 包括其实中国大陆 他们被美国屏蔽了嘛 就是因为美中关系 他们也有很多海归人才 其实他们的病患很多 所以他们也有一些技术 其实台湾现在站在一个 蛮好的国际合作 这是台湾弯道超车的机会点 那其实这次我们也访了 长庚跟台中荣总 那这两家医院 他们各自在 再生医疗方面 有不同的经营模式 跟操作方法 那像这次长庚医院的 这个李院长 他是肝癌的权威 他可以从肝癌的治疗经验来看看 再生医疗这个新的治疗方法 李卫正是领口长庚副院长 那我们这次采访他 其实他因为他做了 一百多例用这个数图细胞 他就是免疫细胞的一种 他用数图细胞去治疗 癌末的患者 那其实他给我们一个概念 就是说大家也不要想说 细胞治疗再生医疗是万灵丹 也不是 他就是多一个选择 多一种医生的治疗技术 那在他的经验中 治疗了快一百二十个病患 以他来说他在施行的时候 他是把细胞治疗当做一个辅助 跟一个合并疗法 因为尤其他们治疗都是癌末病人 那癌末病人他一定是鸡尾酒 你要根据他不同的状况 像有些病人他的细胞就是不好 你拿出来的时候已经很弱了 那他一定要加上其他的疗法 然后医生来决定 什么时候打自己的免疫细胞 比如说让你身体调性好一点 我可以抗得住化疗 肿瘤稍微缩小 我可以开刀拿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它是一个合并跟辅助 可以帮助医生有更多的工具去治疗 还有说其实这样子的疗法 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是没有副作用 那对于癌末的病人来说 没有副作用可能就是一个好消息 没错 没有副作用就是一种福音 其实我们知道那种身体的状况 没有副作用 而且还有一线机会 那到底这个算不算有效呢 其实这种就是见仁见智 对啦 但是总是提供一个希望 提供一个希望 对对对 他另外台中荣种的李主任 李贯德 李主任 我觉得他的方向比较不太一样 他就是专攻再生医疗的先进疗法 因为他有个很特殊的经验 我觉得在采访过程中 我觉得医生的第一手的现场 跟回馈 跟他的感受 到他回来台湾做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参考 好 因为台中荣总的 再生医疗中心的主任 李贯德医师 李贯德他以前是北医的 癌症中心的院长 他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他说2018年我们台湾刚刚开放 这个细胞治疗 那时候北医是第一批的 他就做了很多的病人 然后他就兴冲冲的 带了很多的报告 就去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的 亚洲细胞治疗协会的这个年会 结果他就发觉 从头到尾这个台上 讲的都是更先进 他在台湾根本没有人做的 这些先进疗法 都在讲那些东西 那我们台湾为了安全起见 都是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细胞 然后他就开始有一点感触 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台湾都还在 好像落后人家很多 所以他回来 他就觉得应该要 台湾要往前进 包括产业跟医界 都要往前进 就要做一些新型的细胞 新型的细胞 当然就有很多的挑战 那刚好后来 他就到了台中绒总 做的方法就不一样 他们的临床试验 做的非常多 他们积极争取国外的这些 我想办法让我的这个团队 符合你的条件 让你愿意来 我们台中绒总 来做新的细胞治疗 这样我们医生 是不是可以学到 很多新的细胞治疗的 而且是新的细胞 不是那种很简单的细胞 他可能是台湾单一医院 做最多这种新型 临床试验 很辛苦的 我觉得李医生很有使命感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觉得他们对于新型疗法 偷偷不绝的讲 然后他说 除了国际 比如说诺华 诺华是全世界 很知名的做细胞疗法 他就拿一些新型疗法 来跟他合作 可是这只是临床试验 就是说 我的医生只是帮你执行 可是他们希望能够 或许更多 有些新型细胞 可是他不知道 到底要什么阶段 什么情况下 施打到人体 那他就可以跟他合作 这样医院 也可以share一些资料 然后也大家互相成长 将来搞不好还可以分轮 对 这个方法真的很不错 对 就是不同的医院 有不同的这些想法 做法 我大概总结一下 就是说其实 再生医疗这件事情 为什么重要 是因为再生医疗 疗法的操作方式 是以医院为主体 台湾的医疗服务 是非常非常强的 排名是名列前茅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第二就是像 刚刚宣童所讲的 因为药的发展 已经是到了第三次革命 大家都站在同一个旗袍线上 所以台湾厂商也有机会 第三就是台湾的制造力 这件事情就是吸引全球 大家来看台湾 那所以我们从医疗 到新药开发到CDMO 我们的制造能力都会被看到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平台 第一次就是 当然就是我们的政策的开放 跟国际接轨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就蛮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个平台 法规跟国际接轨了 但依照过去的经验 我们对于新产品的开放 是相对保守的 其实这一次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 也听到非常多厂商跟医院 跟我们反映这件事情 对不对 我们不能说 国家政府是错的 而是说 它可能保守了点 然后在有些地方 不够有胆势 这是我们 当然我们是采访 得到的结论 举例来说 世界上现在很流行 叫CAR-T疗法 它是一种 基因修饰的细胞疗法 可以治疗血癌方面的 2017年在美国就开始红了 可是我们台湾是2021年 大概五年后才进来 再来就是很多医院跟厂商 也会埋怨说 我们台湾很多 发明新的这些疗法 可是我们想要在台湾 申请人体临床试验 政府都塞车 都不太敢审 因为他就担心说 我到时候让你做 出了什么问题 我要怎么办 大家都有个潜规则 我先到美国去申请 人体临床 我不用在美国做 没关系 我先申请美国说 OK 你可以做了 我再来回台湾 那台湾就 美国都合可了 我台湾就OK 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吊诡 我们既然都通过这个法 我们应该要大胆一点 让厂商跟医院 都有比较大的舞台 可以发挥 对啊 你如果今天 台湾率先通过一个 怎么不知道 东南亚会不会用呢 也许美国也会用 其实台湾也有机会 是表现的 我们都要绕国外 才能回来 没错 但我觉得前提是说 大家其实对于 安全这件事情 都非常非常在意 那是最重要的 从医院到药品厂商 的开发的事情 都对于安全性 这件事情 当然是大前提 在这样的前提下面 如果我们 如果更开放的 这个合可制度的话 我觉得对于产业的发展 就不会觉得做半套 你觉得你已经有上半场 搭一个好部门 搭一个平台 但如果你下半场 这个合可部分变保守的话 我觉得也是蛮可惜的 对 还有接下来就是 新的疗法 到底现在 健保的给付项目有哪些 保险有给付吗 然后到底哪些可以自飞 财讯的718期杂志里面 有详细的内容 提供这些实用的资讯 它毕竟是一个新的疗法 其实大家可能 还需要点时间来熟悉 总之它提供了一个 新的机会跟希望给病患 现在是自体 以后开放 一体细胞之后 这个医疗方法 可能会变得很普遍 不用这么大的门槛 就可以使用的话 我觉得那会造福更多的人 是啊 而且不止癌症 你的皮肤 你的膝盖 也就还抗老回春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是多学习这方面知识 没错 我们要关注这些新的技术 然后高龄化的社会 我们都要学习如何优雅变老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不断的帮大家关注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 财团再听了才知道 第202集 亏钱也要做 电子支付淘汰赛 火热开打里面的留言 那请宣传帮我们念一下 有一个财团Ben Ben 他说 我觉得NFC感应最好用 为什么没人设计 无线POSE 及工商家 摊商使用 其实NFC的确是蛮好用 其实也不是做的 完全都没有 但是我觉得各家厂商 有自己的考量 所以大家会发现说 其实那个7-11台上 有各种支付工具的手法 有没有 对 所以这系统的不同的串接 到底该怎么处理 这件事情 我觉得以后是一个 大家会蛮关心的事情 财团Larisa良 她说 对于已经有老花眼的人来说 这就是我了 使用手机做电子支付 或是LiPay之类的 第三方支付 都是很费神的事 所以要把眼镜摘下又戴上 才能看得到手机画面 然后一层又一层的 点选APP上面的选项 实在有够麻烦 一想到自己手脚慢 可能会让排在我后面的人 心情不好 自己就会觉得更紧张 更慌乱 虽然使用手机做电子支付 可以省去带着现钞 零钱出门的麻烦 但是造成了心理焦虑 也不见得更轻松 其实我也不好意思讲 我真的也是有老花眼的问题 而且我也是近视 我就是属于这种人 可是我的经验是说 你还是得往前进 你一定会有经过那个门槛 那你就是要有强大的心理建设 你趁没有人的时候 一开始就不好意思讲说 小姐我真的找不到 他就会教我 然后一次两次 你就发觉你熟了 所以科技进步 我们还是得想办法进步 那也许真的有点焦虑 但是你就找一个人少的地方 先试试看 慢慢开始练习 但我们也期待政府 可以把那些整合平台 弄得更friendly 让它进入门槛更低 那厂商也要努力 就是不要弄那么多层 大家更容易进入 大家会更愿意使用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的 滚动式的成长跟前进 好的 今天节目到这里 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讯同的分享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再生医疗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现在也是 采讯周年庆的活动期间 欢迎大家踊跃订购 听了才知道 我们下周见 拜拜